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国家的总统完全不一样 首先对川普来说 他现在的民调落后了周拜登 尤其是他最制胜的铁锈区 也是这三年来 他认为支持他最重要的铁锈区 他几乎都输给了川普 而且在好几个主要的 以制造业为主的铁锈区 他的输的幅度都高达10% 这个趋势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2020他就输掉了美国总统大选 他不许赢回来 6月18号是他的第一天 在那一天他打电话 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那一天他进行了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开奖 那么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一年多 将近一年半左右 他已经迫不及待 因为他输不起这场大选 而接着川习热线之外 他警告联主会的主席 如果你不给我降息的话 他甚至问幕僚 什么方法我可以降级他 直到后来幕僚告诉他说 美国的联主会是一个独立机构 而且联主会的主席 是经过国会所同意的 他有保障人期四年 他只好隔空喊话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所分析的 作为一个超级强权 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发动一个有限度的战争 而这次川普差一点 下令攻打伊朗 这各大报都已经报道 在英国金融时报的看法 在纽约时报的看法 在全世界很多外交期刊的看法 都认为有可能引爆战争 问题只是时间 以及他的一念之间 Time Magazine封面故事 最近访问了川普 在他决定 现在就开始为他2020起跑的时候 贴身的访问他 他说一句话 我的一生就是堵住 这句话可能很多政治人会说 他说的时候你可以听 可以不在乎 但如果来自于一个全世界超级强权 拥有超级军事能力的领导者 他为了他的2020 他决定堵住的时候 你必须关切 他可能代表的意涵 就是战争 上周在阿曼湾朝夕的 日本游轮国花勇气号 被拖到了阿联酋外海 美军中央司令部派出小艇 看查船体的受损情况 这部派出了我的肩子 美国人说这部派出了 一部派出一部派出一部派出 他们不能说 但完全确定 它被派出一部派出 反而这部派出一部派出 两部派出一部派出一部派出 这部派出一部派出一部派出 派出一部派出一部派出 有些人说这部派出一部派出 船体破洞的位置都在水线以上 这样的爆炸不至于涌入海水 这表明攻击者的意图 并非集成这艘游船 而是为了传递某种信息 稍早美军在公布一组照片 证实伊朗军方从船体 取下未爆的西腐雷 而美军拆弹专家也从船体 取出西腐雷的磁铁 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于阿曼湾的游轮袭击 美国亮出所有指向伊朗 就是凶手的证据 除了第一时间 夹派一艘导弹驱逐舰 本周更通过征兵千人的方案 持续对伊朗极限施压 虽然说不主动寻求战争 但要谈还是要打 蓬佩奥给伊朗下了最后通牒 而德黑兰的反制也来得很快 17号在阿拉克重水厂的记者会上 伊朗原子能机构宣布 浓缩油库存量将在10天内 超过原来承诺300公斤的最低限制 并加速油浓缩的浓度到3.7% 超过规定的3.67% 如汉尼把加大油浓缩活动归咎于有人先不履行 而限制伊朗的油浓缩 是2015年伊核协议最关键的内容 伊朗终止旅行协议 也让利保伊核协议有效的欧盟各国 在外交斡旋上失去了空间 欧盟外长的紧急会议上 呼吁美伊双方要保持克制 但战争边缘的擦枪走火 侍段我不能被运触了 加密波影 虽然可能最大的 occult 被擊落的是美國海軍版最先進的 RQ-4全球鷹 一台造價超過一億美金 這台無人機能在1800米高空 飛行超過30個小時 最大航程25000公里 當時這架全球鷹正在河母車海峽 對伊朗革命衛隊海軍部署進行偵查 遭擊落後 伊朗軍方還透過國營電視台 公開美軍無人機的殘骸 對 在海混沫有 先點不加入 美國 破大碳紙 究竟有 whoa 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薩拉米 亢奮激昂的再次警告美波 國界線就是紅線 革命衛隊已做好開戰的準備 然而美方也拿出全球英的航機證據 和伊朗宣稱侵入領海的地點完全不同 川普也隨即發推文說 伊朗犯下嚴重錯誤 這也讓國際油價延續上週漲勢 事發後的週四 紐約7月的原油期貨大漲5.4% 收在每桶56.65美元 撞5月29號以來的新高 軍事顧問甘雅德直言 每一開戰已箭在線上 而此時川普已宣布投入2020的連任競選 卻在民調上完全落後民主黨前副總統拜登 如何挽救下跌的聲望 《紐約時報》稍早就指出 其行伊朗的可能性無法派出 這時川普最需要的 是一場對伊朗懲罰性的有限戰爭 川普 可否打擊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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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川普確實準備這麼趕了 《紐約時報》和《華盛頓報》 《紐約時報》指出 川普已授權一項對伊朗的軍事行動 鎖定革命衛隊在暗記的雷達與導彈整理 《路透》也報導 在行動之前 華爾普曾透過阿曼轉告德黑蘭下達最火通牒 但得到的回應卻是 任何對伊朗的攻擊 都會給地區和國際社會造成影響 於是伊朗當地時間21號凌晨4點 駐中東美軍大批戰機升空 航母和軍艦也抵達攻擊危機 只差發射導彈的最後一步 整個行動卻突然被全面叫停 最後川普證實了這項襲擊 對於轉折 隔天發了推文解釋 150人說 是答案的,10 minutes before the strike 我停止,not proportionate to shooting down an unmanned drone I am in no hurry then saying sanctions are biting although writing that Iran can never have nuclear weapons Iran made a mistake I would imagine it was a general or somebody that made a mistake in shooting that drone down and fortunately that drone was unarmed it was not,there was no man in it it was just,it was over international waters clearly over international waters but we didn't have a man or woman in the drone we had nobody in the drone would have made a big difference let me tell you,would have made a big big difference 而伊朗革命衛隊也宣稱 全球英原本並非他們的目標 打下他,其實是為了警告 在同一空域的一架美軍P-8A偵察機 當時這機上有35人 但川普真的是因為不成比例的憐憫之心 最後一刻叫停軍事行動嗎 事實上,在中東情勢痴緊下 美國已在上個月調前 兩個航母打擊群 並部署B-52轟炸機 這不只是向伊朗極限施壓擺下的證實 似乎更像是在布一個局 就等待伊朗犯錯的時機 從上週阿曼灣的郵輪襲擊 到本週全球營造擊落 伊朗正一步一步走進這個圈套裡 但這也引發華府政治圈的爭議 是否要讓美國再陷入戰爭的泥沼中 許多人就把矛頭指向川普身邊的亨哈二將 國務卿蓬佩奧與國家安全顧問波頓 認為他們是這次給伊朗下套的始作俑者 特別是波頓,他的作風是有機可循 伊朗戰爭不太久 我不是在總統中,而布什領執政策 在做了其説關於炸彈性的炸彈性 很多人都沒有在那裡,但 John Bolton是在那裡 作為首席國務協議 Bolton做了錯誤或錯誤訊息 關於伊朗政策的聽證會上 民主黨眾議員泰德·德克 就質疑波頓的不良紀錄 我認識波頓不是唯一運動的政策 但我正在想描述 為何,除了我們的強烈的想法 把伊朗的危機嚴重 阻止伊朗危機的行動 有實際的想法 要把政府承諾的行動 而經歷一場戰爭邊緣的迫切危機 或許讓外界不了解事件的原貌與邪惡 最新一期的時代雜誌封面人物就是川普 專訪的時間就在他宣布 參選連任競選的前一天 川普說他的一生就是賭卒 只是他這回的籌碼 賭上的是美國的國際心率 還有一場難以想像後果的戰爭 而另外本週另外一件大事 就是美國的聯準會 雖然最後維持利率不變 但是聯準會跟原來 所規劃的路徑完全不同 本週聯準會所公布的報告呈現出來 這是未來非常大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聯準會即將降息 再加上伊朗戰爭的原因 使得黃金的價格一度 在本週破了一盎司1400美元 最後收在1397美元左右 而關於美中貿易 到底會不會有所結果 這還是全球經濟趨緩主要的核心 美國的消費者按道路透時的調查 將未來如果中國商品 再加征關稅 假設3200億增加到25%的懲罰性關稅 而這次主要都是消費產品的話 都是Walmart在買的產品的話 美國消費者要總共多支出122億美元 那麼這使得聯準會降息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全球經濟風雨飄搖 動向備受矚目的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這回總算要為市場撐起保護傘 當地時間6月19日 主席鮑威爾宣布 利率政策暗兵不動 甚至還暗示將未降息敞開大門 at the FOMC meeting that concluded today we maintained our policy interest rate but made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to our state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ve judged that our current policy stance was broadly appropriate and that we should be patient in assessing the need for any changes in light of increased uncertainties and muted inflation pressures we now emphasize that the committee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implications of incoming information for the economic outlook 即兩週前首度對暫停升息松口之後 鮑威爾與記者會中表示 全球經濟在過去幾週重現乱流 讓與會委員最後決定將基準利率 維持在2.25%到2.5%的區間不變 編主會後聲明則進一步刪除了 行至有年對利率措施保持耐心的關鍵字句 指出倘若籠罩在貿易政策 不確定陰影下的經濟前景未見改善 將不排除在未來數月內 是情勢演變啟動降息機制 市場人士解讀 這段隔牌敘述反映出 編主會對美國經濟展望一貫樂觀評估 已經明顯開始轉向 不過鮑威爾的一小步 恐怕仍然難以滿足白宮方面的要求 就在記者會召開的前夕 一向對聯準會拒絕降息提振經濟 果有維持的總統川普 還加大施壓力度 甚至以待威脅 要讓自己提拔的鮑威爾 常常降職的待遇 所信鮑威爾有法律當作捍衛獨立性的免死金牌 得以拒絕向川普屈服 可不可以解釋 你會做什麼 如果總統川普遞 或叫你去說 他想要禁止你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 指出川普寻求连任心切 一心指望能够将股市上涨 和经济表现当作重大政绩 在过去一年来 周边亲信也无所不用其极 相方设法要找出所有得以支撑 开除鲍威尔的法律条文和途径 无奈至今毫无斩获 报道透露 当白宫方面确认骗询不着可用手段后 川普还忍不住拨了电话给鲍威尔 告诉他 我想我甩不掉你了 十足的不甘愿 就在联主会释放维持利率稳定的消息后 美国三大股市松了一口气 应声上扬 Well because if you actually look at the data on the economy 不过也有评论认为 随着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 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除了美国之外 全球经济增长皆已明显降温 其中制造业的表现尤其疲软 如今再加上美国威胁 要对进口自中国大陆和墨西哥货品 进一步加征惩罚性关税 这些因素都将增大 今年美国经济放缓的幅度 而这些幅度 恐怕也远超过联准会 先前预期的风险 投资银行Morgan Stanley说 接下来的联准会举步维艰 一方面得承认 自己对经济数据表现情况而降息 保持开放的态度 同时还得避免引发投资人 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 全球经济成长前景堪余 贸易战效应外溢 让包括德国和澳洲在内的 大型经济体景气雪上加霜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 本周对外表示 不排除自7月起 透过降息等货币宽松措施 激励市场 没想到此话一出 立刻引发川普抗议 罕见的透过推特 指责欧盟刻意降低 与美国竞争的难度 声称此举非常不公平 德拉吉事后 以川普不了解欧盟体制 作为回应 但是发动贸易战的人 大喊游戏规则不公 这恐怕也是众人始料未及的 时代人对美国的看法是 美国为了捍卫他所相信的民主价值 所以他在很多其他的国家里头 会和伊朗对抗 会和中国对抗 但真的如此吗 第一个美国自己本身 现在的民主体制 正在演变当中 第二个下面的例子 是让人最伤心的例子 还记得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吗 当时最大的这场阿拉伯之春运动 就发生在埃及 他们反对独裁者乌巴拉克 他执政了长达30年 在那一场通货膨胀的运动过程当中 加上反独裁要民主 透过Facebook社群媒体 所串联出来的群众运动 百万人集结宪法广场的场合 至今为止都是历史画面 乌巴拉克下台了 然后正式的被逮捕 2012年 埃及好像实行了民主 第一次有了一位民选总统 他的名字叫做穆希 民主体制所选出来的穆希 今年只有67岁 在最近的一场对他的审判当中 当庭心脏病发作去世死亡 而至于他们所推翻的 那位独裁者的莫巴拉克呢 早在之前已经释放 一场革命不只是一场空 他诉说了太多 在中国政治强权中 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 Mohamed Morsi died today while attending a session in his trial on his punash charges During the session he was granted permission to address the judge After the session was adjourned the former president blacked out and then died Morsi's cause of death was later given as a heart attack by state media 穆希是埃及史上第一位 没有军方背景的民选总统 仅仅369天的总统生涯 换来的是两千多天的牢狱之灾 直到生命的尽头 This is where Egypt's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Mohamed Morsi spent the last six years of his life the notorious Scorpion prison It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tomb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in Egypt and denounced by human rights groups for its inhumane conditions and torture tactics Morsi had been place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in prison even after his health rapidly deteriorated Morsi's family was given permission to visit him only three times during his six-year detention It was designed so those who go in don't come out again unless dead It was designed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A panel of British parliamentarians and international lawyers published a report on Morsi's detention last year and found that Mohamed Morsi was receiving inadequate medical care for his diabetes and liver disease which could have contributed to his premature death His detentions could meet the threshold of torture under Egypti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esident Abdel Fattah al-Sisi wa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 of torture against Morsi Morsi was buried on Tuesday in Cairo's Nasser city and only his family was allowed to attend the burial Morsi was born in 1951 He spent his adult life first as an engineering professor then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a political prisoner Morsi was one of the few outspoken politicians who challenged the regime and was imprisoned several times as a result most notably on January 28th, 2011 when he was detained along with 24 other Muslim Brotherhood leaders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January 25th revolution January 25th, 2011 a key moment in Egypt's modern history an uprising that had people demanding democratic change the protests that started in Tunisia would become known as the Arab Spring and they'd sweep over Egypt a country that had endured three decades of rule under one man Hosni Mubarak their demands were simple 持續18天的抗議活動 逼迫穆帕拉克宣布下台 全力移交軍方 也是这一场 因为阿拉伯之春而起的革命 将穆西推上了埃及 最高的全力巅峰 他承诺会当全民总统 但是他没有 穆西在国内推行宗教法 逐步排除了军方势力 上任不到一年 民意的反扑 排山倒海而来 June 30th this year millions of protesters flooded back into Tairi Square begging the army to come back and overthrow Morsi The protesters accus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of trying to grab too much power of stoking sectarian tensions and destroying Egypt's economy Morsi supporters took to the streets too which emboldened him and he refused to step down instead he made an offer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including forming a new government of technocrats Defense Minister General Abdel Fattah al-Sisi promptly made a speech giving Morsi 48 hours to listen to their demands or else 穆西被捕 行踪成迷 他的支持者不愿散去 当时他们还不知道 更坏的还在后头 We selected the president Our president must come back This is it We are not coming home We are trying to save ourselves Okay, or we will die law We are trying to fight in any region or in any region where you dealt with 我只是在鎮上 我不是在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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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死了多少人 没有人知道 政府后来给出的数字 是638人 不过人权团体说 死了上千人 我们在鎮上 我们在鎮上 只有500公里 从这里的主要砍弃 在鎮上 上星期间 你能看到 很多的身体 从那砍弃 被带来到这个鎮上 我不是在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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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你 我不是在鎮上 没人知道 我不是在鎮上 还没人知道 我会给你 你看ar 我是不是在鎮上 你能不能在鎮上 我只能在鎮上 他只能在鎮上 我们在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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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斗争中穆西失败了 2019年6月17日 他在庭训中倒下 享受67岁 脱下军府的阿塞西 2014年当选总统 并且控制国会 而当年在百万人抗争中 下台的独裁者穆巴拉克 在2017年无罪或是 然而一切不只是回到原点 甚至更糟 Egypt calls bread 以sh which literally translates to the word life symbolizing their demands for better living conditions and improve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Unemployment in 2011 had reached record highs The cost of living was soaring and many Egyptians were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 现在呢 30% of Egyptians are now living below the poverty line compared with 25% in 2010 President Sisi blames the instability on the 2011 revolution while claiming that Egypt's economic recovery meeds time Since taking office Sisi has only strengthened the military's control over the country Many secular, leftist and civil organizations have struggled to survive Sisi has cracked down even harder on dissent than Mubarak Killing the revolutionary dream of unlocking Egypt's civil society 埃及阿拉伯至春的重要推手 前Google中东及北非地区 行销经理戈宁 当时因为匿名建立脸书 鼓励民众找回属于自己的国家 遭到秘密警察囚禁12天 他在2015年底亲口说出 他很后悔 说出想要解放社会 你需要的其实只是网络这段话 We failed to build consensus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Lid to intense polarization Social media only amplified that state by facilitating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rumors echo chambers and hate speech The polarization reached its peak between the two main powers the army supporters and the islamists People in the center like me started feeling helpless Both groups wanted you to side with them You were either with them or against them 从穆巴拉克 穆西到阿塞西 埃及从独裁走向民主 终究是昙花一现 Son role们 these guer îns大事 上面 优优格雖然已经非常赚钱了 可是显然对他来讲 这些财富不够 他在Facebook上面 他希望用这个平台 再度的创造另外一个货币王国 一个新的金融系统 他所提出的想法 是要有一个加密的钱包 而这个加密的钱包 跟比特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是他背后有银行的存款 还有短期政府的债券 来作为支持 英国的央行总裁称 他希望将来如果Facebook 发行这样的世卫货币 要能够监管 法国的央行总裁 直接的反对 美国的央行到现在为止 虽然支持 但是认为他必须把 所有各方的金融监管 程序都考虑进来 多年来 华尔街一直担心 来自矽谷的巨头们 会重塑传统金融版图 如今这忧郁或许并非 庸人自扰 查克伯格18号宣布 旗下最大社群网站脸书 2020年将推出 虚拟货币天品座 且将整合进Messenger Instagram WhatsApp 旗下三大应用程式 发下好语 盼流通信能媲美美金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 连书是希望创造出一种 全球性货币 The Facebook plan replaced the world's dollars, euros, francs, yen, and pesos with a new cryptocurrency called the Libra used b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cutting fees and exchange rates Similar to payment apps Venmo and Zelle you could use your phone to transfer Libra to friends shop online or pay at your local store So let's say I owe you some money I can take some money some cash some dollars out of my bank account I put it into a Libra account and then I can access that Libra wallet through Facebook on either Messenger or WhatsApp much like you do already if you have Apple Pay right? You just put your thumb on it and you click and suddenly the money is transferred Same concept The difference is this is a whole new currency and so you could use that same app the same currency the world over and you could also use your phone to scan a barcode for example and immediately transfer money onto for example the Metro or maybe you're going to buy a Starbucks or something of that nature the whole idea is it's not physical cash not coins it's all on your phone 案件 Microsoft 一并推出 Colibra负责人大卫马库斯 接受访问时 雄心婆婆表示 网进网路改变了一切可数字化的东西 唯独货币除外 脸书的目标群体 是全世界没有银行账户的17亿成年人口 特别锁定开发中国家 例如印度 且预估到2020上半年 地球上每个人都会拥有一支智慧型手机 认为智慧型手机 竟然给予使用者上网管道和及时支付工具 因此天平座的问世 无疑会让货币交易更加方便 脸书宣布推出天平座当天 股价走扬 有分析师认为 虚拟币是脸书一项大胆的品牌实验 BBC认为 假使脸书潜在用户24亿人 全透过天平座购物和转账 它确实可能成为 全球规模最大的支付工具 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天平座的接受程度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 金融数字化的确有望使全球数十亿人口生活更轻松便利 但要瓜分三大信用卡巨头 Visa、万事达、JCB每年从全球信用卡交易中赚取超过300亿美元的利润 脸书就必须向使用者证明 过去的隐私危机不会再次发生 否则难以达到全球通路的目标 美国众院金融监察委员会日前就以虚拟货币 没有具体监管法规为由 要求脸书出名说明 否则计划必须暂停 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hairwoman Maxine Waters calling for a moratorium on Libra until Congress has a chance to weigh in She said that Facebook executives should come before her committee to testify about these issues She said that Facebook with this announcement is continuing its unchecked expansion and extending its reach into the lives of its users She called it a wake-up call to get serious about priv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过去两年多来 脸书不断因为滥用用户资料 外泄用户资料 令用户隐私权受损 以及涉入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等争议而饱受批评 且透过分析用户个资 进行广告投放获利 已是不争的事实 能否扮演营运国际货币的角色 自然受到质疑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 脸书纵使把虚拟币管理机构 总部设在令人安心的瑞士日内瓦 且独立于脸书之外 但在普罗大众心中 已存在一种可能的既定印象 就是认为天秤座可能超越政府及央行 成为一只金融怪兽 查克伯格发明脸书后 一度因为监管不当而造成社群世界骚乱 这一次他必须证明 不会再因为钱而犯了相同错误 他们做人的费оне 有趣的他们 持统币力认发险 与Facebook在关于用户的隐私权 采取完全不同态度的 一直是苹果所坚定的价值 苹果的CEO曾经因为一段谈话 而得罪了脸书 Tim Cook说 如果我可以滥用 我用户的隐私权而获取利益的话 我这家公司可以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可是这是我们的原则 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 这是脸书的创办人 查克伯格大为愤怒 而在上礼拜 苹果的CEO Tim Cook来到了Stanford大学 他参加了一场毕业典礼 他自我反省所有现在社群网站 跟科技业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他说了一段话 他说科技不会改变人性 他只会放大人性的善与恶 科技业要对现在全世界的仇恨式言论 负起责任 话语 藏着深厚的能力和影响力 Good morning Class of 2019 今年2月 夺回全球市值龙头宝座的 苹果执行长库克 6月16号 来到全球第一个以大学 创造自有科技园区的名校 史丹福大学的毕业典礼 Stanford and Silicon Valley roots are woven together We're part of the same ecosystem From the first oscillator built in the Hewlett Packard garage To the iPhones that I know you're holding in your hands Social media shareable video snaps and stories that connect half the people on earth They all trace their roots to Stanford's backyard 库克没有吹捧太久 相反的 在矽谷的心脏地带 在这个孕育科技重症的关键学府 他说一个 自行批判你有自我打脸科技业的故事 Because if I've learned one thing It's that technology doesn't change who we are It magnifies who we are The good and the bad But lately it seems This industry is becoming better known for a less noble innovation The belief that you can claim credit Without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We see it every day now With every data breach Every privacy violation Every blind eye turned to hate speech Fake news poisoning our national conversation The false miracles in exchange for a single drop of your blood Are human problems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to today It's our humanity that got us into this mess And it's our humanity that's going to have to get us out 库克用词强烈而沉重 没有指名道姓 但明显批判着Facebook 去年因泄露用户隐私 正面临多起诉讼和监管审查 Google 2018年也被美联社曝光 违规窃取用户的隐私资讯 并在未经用户同意下记录装置的位置 It's a story of incredible deception I don't know specifically I'm not sure I don't know exactly I just don't know 还有19岁从史丹佛大学辍学 创业独角兽公司的霍姆兹 他甚至一度被誉为是女版贾博斯 最后被华尔街日报调查踢爆 他的投资计划检验结果全都捏造骗人 成为矽谷基金最大的新创公司骗局 Graduates at the very least Learn from these mistakes If you want to take credit First Learn to take responsibility If you've built a chaos factory You can't dodg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haos Taking responsibility Means having the courage To think things through I know you will be ambitious You wouldn't be here today If you weren't Match that ambition With humility A humility A purpose It's about serving something greater The author Madeline L'Engle wrote Humility is throwing oneself away In complete concentration On something or someone else In other words Whatever you do with your life Be a builder Effort that should be dedicated to creating and building 对年轻又聪明的事在 谈责任 谈谦卑 批判最新最潮的科技业 或许库克深知 这对孩子们并不容易深刻理解 于是 库克开始谈起他和贾伯斯的故事 一段他不常公开提起的故事 那是 贾伯斯辞世前后 库克被指定为苹果接班人 却是他生命中最孤独的时刻 When Steve got sick I had hardwired my thinking to the belief That he would get better I not only thought he would hold on I was convinced Down to my core That he'd still be guiding Apple Long after I Myself Was gone Then one day He called me over to his house And told me that it wasn't going to be that way And when he was gone Truly gone I learned the real Visceral difference Between preparation And readiness It was the loneliest I've ever felt In my life Where you can be surrounded by people Yet you don't really see Hear Or feel them But I could sense their expectations When the dust settled All I knew Was that I was going to have to be The best version of myself That I could be Don't waste your time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try to emulate The people who came before you To the exclusion of everything else Contorting into a shape That doesn't fit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And I've always wished that For myself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ed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is was the closest 俊勇而深刻的 畢業生研修 14年后 Kook在这儿 用两人的故事 为科技业的贪婪 和负责 谦卑 与成为建造者的珍贵信念 留下了动力助脚 或许 能存留到永恒的 就是能存留在 别人生命里的祝福 和心香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个拜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